期盼已久的2022金钟奖节目类红毯终于来了 数十位明星走上红毯争奇斗艳 谁是今晚的最佳着装 哪位明星的表现最亮眼 一起来看看吧 黄自娇携手爱图露露走上红毯 露露身穿娇嫩粉色抹胸长裙 搭配黑色点睛手套 露出傲人半球大秀性感 裙子尾部的薄纱设计很有特色 能若隐若现看出她踩着一双恨天高 露露脖子上的珠宝也净显贵气 和衣服很搭 胸前的三个蝴蝶结子松添了一丝俏皮 不过露露姐的发型就没有那么精致了 可能是短发不好做造型的缘故 一颗简单的娃娃头好像戴了一点假发 观感有一些劣质 露露的脸部皮肤保养也明显是有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 板力纹剪脚细纹有些明显 不过整体来说还是美的啦 红奶上皇子娇承诺如果露露得奖 会送给她一个爱马仕包包当贺礼 露露当场表示惊讶跟惊喜 没想到娇哥这么舍得 主持人提问 如果露露结婚最想起哪个歌手来唱主歌 露露幽默调侃 只要不是现歌就好 吵悔皆梗 对于大陆人来说 好久不见的演员周文轩 今次也以新南大主厨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讲 他这次没有选择露肉性感的大尺度着装 而是以一袭白色的脸体脱地礼服亮相 包裹住完美身材 合适得体的剪裁 让他的曲线一览无遗 显现出傲人的上围和纤细的S型腰身 比例绝佳 中分贴头皮的发型 更加肿了手女硬卫 整套装扮看起来 算得上是今晚的最佳着装 好久不见的她还是依旧美丽 谁能想到 当年在公主小妹里撒娇耍破的小女孩 如今已经36岁了呢 以我们回家把二日入围生活风格 节目主持人讲的曾宝仪 这次选择了一身 明黄色脱地长裙亮相红毯 出道多年 曾宝仪依旧宝道未老 仿佛动靈一般 整个人的状态和年轻时没有区别 黄色的礼服舒适又合身 看着很养眼 干练的丸子头发型也很称她的性格 最厉害的还是她这张保持童年的脸 完全没有皱纹 也没有斑点 没有坠肉和暗沉 完全不像49岁快到半百 相比今晚是否能够拿奖 她更在乎明天的主持是否顺利 明天晚上金争奖再会颁发戏剧类奖项 曾宝仪一人独挑大量 她也提前透露 明天的颁奖会会非常精彩 邀请大家一定要看 你们更爱哪位女明星的穿着呢